苏氏与王安石都是宋朝最有才华的诗人和散文家 两人不仅在诗文上互为劲敌 政治上的争端尤其令人关注 可就在苏氏遭遇乌台诗案的时候 也正是因为王安石跟皇上求情 苏氏才逃过一劫 这种微妙的关系也让后人津津乐道 苏氏被贬黄州后会发生哪些故事呢 文化学者李亚平 今日为您解答 说宋朝正在播出 这是地理版图最小的中国 也是文化发展最大的中国 这是军事力量最弱的中国 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中国 这是一千年前的中国 了解它知道我们的现在 说宋朝可以看可以听的历史 前面我们说到了 苏氏在这个乌台诗案当中的一些遭遇 后来因为王安石给皇帝写了一封信 杀文人才子不是太平盛世的气象 也不是一个圣贤君主应该做的事情 他处到了僧宗皇帝内心里边 比较隐秘的那个欲望 他要自己开创一个太平盛世 他希望在臣民的心目当中 他是一个圣贤一样的天子 毕竟王安石和这位僧宗皇帝 在一起工作了 工作了有七八年 非常了解这位皇帝的心理状态 在那么多想要救 想要帮助苏氏的人当中 可能王安石的这一句话 他最打动皇帝的 就这样苏氏被重庆处分 给他的是什么处分呢 是把他贬官到黄州 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 贬官到黄州之后 他的职务是黄州团练赋始 但是对他的处分里边 有一个规定 他要在当地地方官的 这个监督之下在那生活 同时他不允许过问公事 包括团练赋始 这个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都不许过问 等于是把他放到那去监管起来了 这是苏东坡第一次 在他的那个政治生涯当中 遭受这种重大挫折 也有史料记载 就是他从监狱里出来了之后 那个人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摧残 史书上都做了这样的记载 显然是有这种抗疫的成分在 苏东坡去了黄州之后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他的生活相当困窘 一下子他的收入变得很少很少 他当时他的几个孩子也都出生了 就一大家子人 那么这个时候苏东坡对政治 他好像是已经有点 就有点心灰意懒 同时他也不知道 皇帝对他的这个处罚 会持续多长时间 所以苏东坡当时就做了 要在黄州长期生活下去的这种打算 所以他就在当地 就是和当地的这个官府 这些地方官们商量 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给他一些土地 是承包啊 是租赁啊 是怎么样也好 他就准备开荒种地 就靠这个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苏东坡自己也曾经说过 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 他说他是一个可以陪 可以陪天王老子 陪皇帝聊天 同时也能和乞丐们 打成一片的这么一个人 就是和三教 九流 各社人等 他都能相处得很愉快 所以呢 当地那个地方官也并不为难他 就真的想办法 给他弄了一大块地 苏东坡就在那块地的附近 盖了自己的房子 然后呢开始耕种这个土地 就在这就做长期生活下去的 那个打算 因为这块地在他们家的东边 又是他盖的这个房子又是在一面山坡上面 所以苏东坡就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叫做东坡居士 从此以后那个东坡一下子就叫开了 所有的人反倒把他原来的书式字字沾 反倒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字 反倒是他的这个号一下子流行开 他就这样在黄州住下来了 小宣窗 正书庄 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航 那首词就是在去了黄州之后写的 最著名最著名的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 浪淘沙 刺壁怀骨 仅仅这一首词就能奠定苏东坡 在中国诗词史文学史上的一个崇高的地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五风流人物 他在这一段时间写的一些散文 在文学史上也是占有极高极高的地位 比如说他的前刺壁赋 前刺壁赋 后刺壁赋 他每写一首诗 每作一首词 每写一篇文章 都能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传颂天下 宋哲宗即位后 太后听证 司马光掌权 苏氏被召回朝廷 这时苏氏在变法的流与舍之间 又和司马光发生了分歧 司马光全盘否定变法内容 而苏氏认为变法中有些内容还是值得参考的 这次和司马光政见不一 又会给苏氏带来什么样的遭遇呢 《说宋朝》正在播出 宋生中皇帝死掉 去世了之后 那么苏东坡被召回到了朝廷里边 他到了朝廷之后做了一个汉林学士 就是很高级的文官 相当于在皇帝身边的这种 政务顾问和机要秘书的角色 有一天他在皇宫里头值班 在皇宫里值班的时候 当时是高太后在垂帘听证 按理说他在皇宫里头值班 他是不能进到内宫里头去的 那天晚上值班的时候 那就突然高太后身边的人来传唤他 就说让他进到内宫去见太后 那么他进到内宫了之后 太后就是和他聊家常 聊家常就告诉他就说 你知道把你召回首都 并且给你任命这么重要的职位 你知道这是谁的意思吗 苏东坡就说 我想我应该感谢太后 是您的恩典 这个高太后说不是的 他说这是先皇帝临终之前 他叮嘱我们 说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文人学士 一个大才子 他叮嘱我们今后要让你回来 做更重要的事情 史书上记载说 苏东坡一听就 哗了一下眼泪就流下来了 就是因为他是在宋春宗 那个时代受的迫害 那么他没想到 他受了这样这么严酷的 政治迫害之后 其实皇帝还会 还会这样评价他 高太后他说 他说其实宫里边的人都知道 每次皇帝心情愉快 吃饭的时候一边吃 一边笑 一边表现得特别愉悦的时候 他说宫里的人都知道 那一定是你写了什么新诗 或者是写了什么新词 或者是写了好文章之后 皇帝就一边吃饭一边在读 经常每次读完了之后 都要赞叹不已 都要诵读再三 舍不得放手的那样子 那一次的谈话 给苏东坡的心灵 很大的一个安慰 很温馨的一次谈话 当然后来也有历史学家 也有人就谈到这个的时候分析 这个高太后是一个 很懂人的心理的一个人 并且有非常丰富的 这种政治经验 和宫廷生活的经验 所以实际上 这个高太后编出来安慰苏东坡的 因为从史料记载上边看 皇帝后宫当中的这个 不管是太皇太后 还是高太后 还是现在的皇后 其实真正喜欢苏东坡的文章 是这些人 倒不见得是皇帝 当然皇帝也有可能是比较欣赏苏东坡了 因为当时毕竟苏东坡的文章被局势公认是最好的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把他和成就很高的那些古人们相提并论的 所以这些东西也是有可能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东坡的命运 从此就变得一片坦途 恰恰相反 他被更深地卷入到了这种 这种变法和反变法的这种政治斗争当中 使他后半生过得非常坎坷 这样的过程 这样的坎坷生活历程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下次再讲